可是如果一进入刚才你说的那个状态 就是说到我们两个如果结婚前可以先说好 所以现在我原来有套房子 你这样进来了 我把这个房子的名字改写成就两个人共同分享 是吧可以这样 但是结果这么一搞会变成什么 就变成所有婚姻就像你刚才讲 那就必须约历了 而且是很赤裸 你这样看过去结婚大家是不用明年的 比如说一个女的 如果她真的以后全心做家庭主妇 而且不工作 她现在嫁进来这个家庭里面 然后分你这个房子 但现在变成是每次结婚前 她必须搞要结婚行 这个先拿出来名字写谁的 你现在这房子就变成所有东西 就很明码实价的先事先计算 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个东西我支持呢 因为我是男人对吧 我不是说我说他有合理性 有合理性我想到了这个历史上的很多东西 你知道吗 我想到了共产党 当然这个法律不是共产党定的是最高法院 但是我就想起什么呢 共产党最近咱们不是七一吗 共产党在刚刚创立的时候 是非常新锐的 在很多方面 比如说男女关系 自由恋爱 结婚离婚 这种方面是当时年代里非常新锐的这么一种人 所以你看咱们中华人民共产最新的婚姻法 我都认为只是了某种超未来的方向 因为我对于人类婚姻的超未来的预测 就是这样的 情会越来越淡的 然后事情会要说的越来越清楚的 与此同时是人在婚姻中的独立性就越来越强的 越来越强的 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讲 你看它这个法律有某种暗示作用 它暗示什么呢 就是说你还要当传统型的贤妻良母 这事恐怕不大靠谱 可能你慢慢的就要变成又婷 这种就是说我自己有收入 我自己能供房子 或者我自己什么 那么我们在家庭当中 我们在家庭当中讲分工 不讲什么男主外啊女主内 可是男主外女主外也是一种分工啊 所以这是形成一个单位当中的 就是大家必定有所牺牲 所以照理说本来是因为我们是个team 我常说这个婚姻是一个 我们就像是一个队员一样 你会勾那我就守了 我会勾那你就守了 只是说在中国 所以我只能说这个法是太中国了 就是在中国的国情里面呢 通常是男主外 如果我今天主外男生在家里面 今天这个我供了房 那你分不到 你会不会也觉得不公平呢 就说这只是说在这里 尤其我们男权比较高涨的情况 所以你就觉得 这个要照顾一下男生不要被骗掉 而且还有我要说 离婚 我分了你一点钱 你得到了自由 请问一下你被骗掉什么啊 怎么会有自由成可归 爱情成为自由价更高不是吗 就是太多国外的这些明星 恨不得这好几亿的美金都给你吧 我赶快脱离这种大家吵吵闹闹的日子 但事实上我觉得这个说法过去是太贬视家庭主妇 就我觉得一个人出来打工 自己有一份独立的工作 职业收入 我讲女人啊 这很值得尊重 但同样的一个单纯的家庭主妇 这也是个工作 只会这种工作 我们过去很少记仇劳而已 我们以为这是个无仇的业务劳动 好像应该的 其实它不一定是那么应该的 对 那么但是我觉得这个法呢 就像你讲的 它很合 就像你们两个讲 很合中国国情 我们要知道共产党建政以来啊 就中国建国的时候 这是很有名的一个段子了 就是新中国第一条法 就是婚姻法 而且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跟你说跟台湾还不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男女平等这件事上 是举世闻名的 是 以至于大陆女性 我认为到现在都找不着范 你知道吗 他因为我们经历过那么一段 就是女人都跟女民 女民兵一样 那么一个时期 当然是那个时候的感觉啊 你比如说我父母亲 一定是年龄相近的 甚至我妈妈还会比我爸爸 大个两三岁 都非常那时候很常见 而且呢一定是双职工 一定是双职工 对吧 收入都差不多的 是 共同担负经济负担 这个共同的做家务 真的你像美国在我们看来啊 那都有很多职业妇女 一生孩子就回家了 做专职的家庭主妇 在我爸爸妈妈那个年代 都是双职工 非常少的 怎么可能一家里 怎么可能说有一个女的就在家 做这个 可是很奇怪 不晓得为什么就最近认识来 你又一切都回来了 就过去我们这个很先进的 这个举世知名的 过去很多国际上 别的国家 这个的女性主义者 觉得中国很牛的 觉得中国很好的 中国女性地位很崇高的 结果现在一下又全搞回来 这就是我给你 全回来 这我跟你说 这就是万个的 万个的这个钱呢 钱出现了 你知道吗 差别出现了 我们过去呢 至少是在基层群众吧 一样的穷 你知道吗 到现在 所以女生想工作 我们也想要这种房 但是在女生的工作职场上面 我挣不到男人的钱的话呢 没错 这个机会不高 所以我只能到最后 我希望跟你拥有同样的物质生活 搞得大家变成说 我只能嫁一个这样子的人 所以这是为什么 这是相反 如果我们再讲到职务 好我也可以出来工作 那我今天是不是跟你们 有一样的竞争空间 让我可以跟你赚到一样的钱 那 是不是这个婚姻法 另外要定的吧 对啊 所以我就说 劳工法 我得要保障女人 有这样的收入 对啊 为什么今天中国 我就觉得奇怪 怎么会变成这样 这前几年记不记得 湖南不是 找考女公务员 要双乳对称的事 是吗 你不记得这事 那我很厉害吧 我们一定要考女公务员 那什么公务员 怎么要双乳对称 这什么概念 这种很多这种莫名其妙的 关于女性的歧视 就觉得你一个女的进来 工作来职场里面工作 到政府单位里面办事 你就活该是要 受到某种比较不好的待遇 这是怎么回事 最近不是又出了个案子吗 哪个出事的西南贵州 好像什么地方的一个副县长 是 因为贪官给抓着了 第一个交代的就是搞女人的问题 说搞了几十个 搞了几十个 然后全县的女干部都去看医院 你知道吗 因为说发现在他身上发现了不止一种性病 甚至有谣传 可能是谣传说他有艾滋病 结果呢 那个他就说上上床都是女干部女教师 说现在全县的 全县女干部女教师都去医院检查 将将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人民币突然加速升值 有和战略和战术上的重要含义 资本主义会自我毁灭吗 罗比尼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正确的 如何解读航母建造军事目的之外 如何估算航母的巨大产业经济效益 美军毁灭了本拿登遗体 却留下了直升机残骸 中美八三国之间会发展出什么隐形关系 麦达斯时评大财经 星期四晚上凤凰卫视中安台 欧派中国整体厨房标准的奠定者 创造厨房一体化解决方案 整体厨房我选欧派 有家有爱有欧派 改变距离 这样不行 只有改变速度 才能改变距离 麦达斯轨道车辆与行彩 为您建造美好未来 所以我就老说 人类是特别虚伪的 你知道吗 比如说都在说什么 女的要说跟谁结婚 都说下嫁 对不对 可实际上都是高攀 对不对 女的大部分来讲 都要找收入比她高的 地位什么比她高的 所以你这个差别 不就产生了吗 可是我还是要说 你最近中立体 不是接受了这个 明报主看的专访 他说他离婚了 唯一是什么 他说因为我是中立体 所以我还是要说一句 中立体多么能赚钱 但他为什么他老公他离婚 他说因为就是男性的自尊 在这个家庭里面 没有办法得到声张 在外面大家都觉得 你是中立体的老公 所以他没有办法接受 久了两个人感情不好 所以我们说女生在这个社会里面 我不允许比你强啊 你一直说我们 一直去找比我们强 因为我们不允许比你强 我找一个比我强 我不容易幸福 因为男生的这种 雄心就觉得 我就是要比较厉害啊 你就是我就是要当你偶像啊 所以你知道这是有种被逼迫 如果我想要幸福或希望你 你就是要乖一点 你就是要弱实一些 你就是要柔软一些 你就是不可以带给一个防守 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一起结婚 不过没关系姐妹 我告诉你 姐妹 这个你们女人的好日子 很快就要到来 怎么说呢 现在全世界的统计都发现 所有发达国家里面 在任何的大学的入学率里面 都是女性高于男性 从中学到大学 一路成绩表现 都是女性高于男性 按照这个趋势演化下去 将来在职场上面 优秀的工作 好的工作也都是女性 多于男性 女人同志男人 母系社会 就要来临了 对啊 对啊 这比星星星球来的还要早 你以为呀 到时候你们就更累了 你可不知道男人的苦 你知道吗 男人自有 我们的担子总算了 男人自有 男人的压力啊 你老说这个女主内啊 家庭主妇啊 我跟你说 我听他的妻子们也都是说 丈夫的压力比他大 他自己知道 是家务活也很劳累 可是跟男人在外边 那家伙外边是虎狼世界啊 承受的这个压力 谁早死啊 这都是男的早死啊 你知道吗 而且说 你刚才讲这个家务劳动啊 我觉得也是 现代社会的一个问题 就说他怎么量化 其实亲兄弟明算账 我看这社会 基本上是向这方向发展 亲夫妻将来也给明算账 但是一算账啊 家务这块劳动 是可以量化的 很多国家都在量化 北欧很多国家 因为他们 他们是要求这个女性 有北欧好几个国家 是女性做家务 是付几薪水的 或者甚至有时候是国家补贴的 所以他是必须要量化 那么量化能够计算出来 能够计算出来 女人的家务劳动 在整个GDP里面占了多少 是相当高的 这数字相当高了 这是能量化的 如果这样的话 我觉得可能将来会走向一个量化的时代 因为我觉得其实中国社会是特别家的 就咱们是家 咱们的一个很多公司 仔细大家都了解 跟个家庭一样 不像西方那样 但是你知道 包括我们中国人 这个朋友圈子 人与人的关系 都反映咱们这种家的文化 就家 可是我现在觉得有点累了 你知道吗 很多时候这种分不清楚 人际之间 你跟你的单位之间 你跟你的家庭之间 搭出去的精力 时间和成本 有点高 其实我就觉得 可能分清楚 是不是 制度化好过瘾 我其实是喜欢中国人这一套的 真的 我到现在也是 喜欢讲感情 对吧 讲这个 可是我现在发现 太累了 为什么我们得不了诺贝尔奖 我们太多的精力 耗费在这个上面 一个有些能量的人 他其实还不如你跟他说清楚 这样的话 咱们不需要唯一这个人 唯一这个人 太累了 你们不觉得吗 就回归什么 君子知道淡露水 感情太浓腻 反而容易断裂 或者是造成压力 应该是大家就是 保持距离 保持某一定的空间跟距离 按说我觉得夫妻之间就两样 我觉得一样就是 相信咱们男人 一般当然一般男人是钱多一点 相信男人的气节 对吧 你比如说净身出户 我身边很多男朋友 不管是结婚 还是小三 还是同居 那真的全给你 我觉得要不就相信这个意 他比法律还强 对吧 就是这没有情 但是咱们有意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可以不管这个法 但是我们造成一种社会压力 这个社会压力就是 但凡一个男的 虽然将来依据这个新的法律解释 跟这个老婆离婚 房子归他 但是如果他真还怎么干了 就把这个老婆丢在街上 不管了 或小三丢在街上 不管了 我们全社会谴责他 起码让他不在这个男人社群里面 比如说什么俱乐部会所里面 把他赶出去 是这个意思 但是你也不要相信男人会要脸 对 没错 重点就在这 他不要脸 突然间这个形势被人抬得挺高 到这边我就 我就只能无人 只有我们这样的 那个谁啊 就行了 我们只有这个受过尽存的 大伙子男人 我劝你不要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